这是牛奶爸住了11年的家 我是个台北出生的小孩 搬到桃园市来 已经是12年前的市了 因为我喜欢安静的环境 而且我当时的女朋友就住在桃园 所以就从台北搬到桃园来居住 这几年来桃园市的发展迅速 尤其是我住的这里 大家都称为中正逸文特区 这一片展演中心 以前是一堆卖吃的店家 自从改建成逸文广场之后 周边的房价也跟着水涨船高 我渐渐的越来越喜欢这里了 尤其是在我儿子出生的那一年 附近的国小和国中开始兴建 逸文广场也开始有了 越来越多样化的活动表演 我的孩子渐渐长大 这里也日渐的繁荣起来 就像我小时候的台北 可以外出到处去玩耍 但是我长大之后的台北 路上却车水马龙 现在的中正逸文特区 越来越有台北的感觉 我其实不喜欢太热闹的环境 但是这一片广场是我们全家晚餐饭后 可以散步闲逛的好地方 附近走路就可以到邮局、银行、黄昏市场 小孩上学走路也不用开车接送 住宅楼下就有7-11和全家便利商店 即使现在就像当初住在台北一般的方便 但是我又兴起了搬家的念头 因为我喜欢安静 能轻易接触大自然的地方 就在回家的路上 三岁的小儿子盯着这个一直看 口中大叫着 爸爸、蜘蛛、蜘蛛 虽然房价已经涨了一倍 但是我仍然舍不得卖掉它 这充满回忆又让我顺利创业赚钱的好地方